阿露哈 大家好 今天今天今天喵咪打單針時間來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是我們打了那個圖偶嘛 那後來哲平試一下測了很多次的方法 發現就是 正攻打法的話可能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邊的話可能要採取一個 速攻的打法喔 那我有稍微去看一下各位觀眾提供的一些意見啊 比如說帶上我們的那個小丑啊 或是用我們的哈哈姆特 但是重點就是呢 哲平最近也有講到 我們現在目前最缺的就是我們NP 因為我們的那個就是 呃 迪勇貓還沒有升起來 所以他沒辦法兩下直接把我們的鵝鵝給打掉喔 所以如果我們這邊的話用上邊推薦的隊伍的話 狀況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我們沒辦法就是把線往前推 所以代表我們現在最缺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的NP喔 因為照理來說的話 大家基本上這邊人魚貓打兩下的話 我們的這個鵝鵝鵝就可以直接死掉 然後再派我們的貓特輯出去打掉我們的那個 後面一些角色 但是這邊的話我們因為 人魚貓沒有升起來 所以必須要打三下喔 所以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那如果我們這邊如果沒有往前進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就是 把我們線往前帶 所以我覺得 人魚貓的話呢 你如果要打速攻方法 可能人魚貓還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存在 因為他既然如果沒有辦法兩下直接把我們鵝鵝鵝給K掉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稍微難打一點點喔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最近應該就是先來努力個抽卡吧 哈哈哈 原來我們抽卡原本大家要拿抽卡應該是要拿角色 結果我們抽卡是要拿NP啊 快笑死我自己了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是一種其中的一個速攻打法 但是我覺得 如果要打速攻打法的話 我覺得這邊的處理真的是非常重要喔 所以不管大家可能是用哪一種陣型打 我覺得基本上 我們的人魚貓都是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應該就是要先想辦法看一下能不能趕快把我們人魚貓的本能給他升起來喔 不然會比較稍微尷尬一點點 大家打法基本上應該都是一開始先派人魚貓出來兩下把我們鵝鵝鵝給打死之後呢 再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來打喔 所以基本上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算是 算是真正的卡關了啦 真正意義上的卡關喔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哲平的打法不對 不過哲平上的話就是哲平的貓跟大家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盡可能的話我還是會先去把一些就是比如說要比較需要用的貓貓先把他們升級起來喔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就是除了人魚貓以外 你們覺得還有哪些角色的那個本能需要升級 我們才可以比較好打我們這圖我關卡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今天的話應該就是來 來抽一下我們的角色來換NP啦好不好 然後順便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們那個傳說稀有的蓋亞啦 所以真的是卡關了好不好 真的是卡關了 那可能是哲平的打法不好 但是重點是我們還是必須要把貓貓給他練起來 因為畢竟哲平就不是技術派的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靠一些等級上面的加持啦 所以必須好不好 要目前就是首要工作就是先把我們雞稀有這邊的那個 雞稀有這邊的那個誰啊 欸把我們的這個半圓魚貓的這個本能給他升起來喔 那這個NP應該不少喔 因為你看這邊的話消耗NP要50有沒有 超級無敵多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要抽個好幾輪吧 不過目前來說因為最近有我們的那個啊 風雲貓咪塔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來打一下風雲貓咪塔 來跟他聊聊天這樣子喔 然後卡面的話我們這邊大概就是 一天抽個1500吧 就也不要抽太多 然後呃有重複的我們就換NP 那如果抽到蓋亞的話我們也換 不是我們就把他留下來這樣子好不好 好所以我們今天的話要抽的就是我們眾神系列啦 那眾神系列的話也是哲平自己滿喜歡的系列啦 因為裡面的那個 我裡面基本上角色也都B欸 那最想要的大概就是我們這個很可愛的這個蓋亞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慢慢抽到 反正我們最近真的很需要NP啦 超好笑的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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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蛋師 是要來抽新貓貓就有 呵呵呵呵 居然是要來抽NP的我今天 好歡迎 歡迎加入我的NP兌換時間 衝浪貓 這重複的可以啊 麥卡莉 歡迎加入我們的NP兌換時間 你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小偷貓 可以NPNP 來NP 再來是我們恰恰貓很好 NPNP 都換NP 好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 呃我們這次重複的角色也不給他升上去 除非是疊有貓好不好 我們就我們就把他就是換成NP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呵呵呵呵不是等一下 那這次要怎麼算 這次也換NP嗎 哇等一下阿波羅代帝雖然我很多隻的 但是 呃把老婆NP這有點受不了欸 我原本以為我抽不到超級貓貓的 結果抽到了好不好 那他可能是出來幫我的啦 因為 超級貓貓換NP會蠻多的喔 欸沒問題三不貓這些全部都換NP 哈哈哈哈 我的天吶 大家會不會很想殺了我 啊抽到阿波羅代帝美女神竟然敢去換NP 喔太好笑了 好再來是這女貓 沒辦法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必須要趕快把我們NP 升上去我覺得會比較豪達一點點喔 速解貓 好都歡迎好不好來換NP歡迎歡迎 好沒了結束 我覺得這邊的話再抽再抽11抽好了 因為這邊 呃第二次11抽就會有100萬XP嘛 我覺得多賺這個是不錯的好不好 我們就抽兩隻 反正搞不好就要抽到蓋亞了嘛對不對 也是很有可能阿 蓋亞換NP這樣子 湖中女神 NPNP 第二隻 好 戰鬥三節棍貓 NPNP 沒有問題 都NP 哈哈哈 好美貓貓 NPNP 欸都換NP好不好 我們真的是 缺NP缺到一個爆炸了 再來 生女貓 欸NPNP 再來一隻超級稀有來幫我換一下更多的NP吧 好這隻是駭客貓 NPNP 好不好 我們現在很需要NP 所以我們只能繼續好不好 把這些重複的都給他換NP了好不好 除了疊有貓我們都換NP 好就這麼簡單 欸就這麼的 就這麼的隨性 欸好 魔女貓NPNP 呵呵呵 貼貓NPNP 哇上一次11抽真的是比較幸運一點點哦 居然可以抽到美女神了 NPNP 哦 都是NP 你們都是我的NP的指名了 好 這是我們的地體戰隊 你們也是NP的一份值 歡迎歡迎 好 再來是三浦貓 應該就沒了好不好 所以這一次20抽還算是賺好不好 有中到一隻我們的那個 阿弗羅代帝啦 還行哦 好啦全部換NP 全部換NP的話這樣會有多少 221 呃 那阿弗羅代帝單換NP就多少 就50了哦 好啦反正我們罐頭很多嘛 沒差啦 之後都一定會再抽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221我們先看一下能不能先把人羽貓先升起來好不好 我覺得 重點的角色應該要先升一點點出來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 他兩下沒辦法打掉我們的 額額的話真的是 比較沒辦法 我覺得 基本攻擊上升吧 還有移動速度快這個應該要先點 這個先解放一下好了 搞不好這些就夠了耶 我們就不用抽這麼多了 這個搞不好其實基本上也不用 也不用也不用把美女神換掉有沒有 在那邊耍白癡 但其實那個基本上之後都還是會出現的啦 因為 因為我們之後的話 那些一定都還是會出來的啊 怎麼可能會不讓我們重複對不對 又不是傳說稀有 這邊只能升到這邊啦 下一次的話應該在抽的時候應該要把那個 基本體力上升跟那個移動速度加快 這兩個先給他 弄起來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哦 那我們再 再去測試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兩下把那個額額給打死 我覺得首要條件是一定要先把額額給打死啊 如果沒辦法把他給打死的話 那一切都空彈都不用講了好不好 因為你根本就沒辦法就是衝過去你知道嗎 好來看一下哦 兩下可以死的話就關鍵了 啊如果沒辦法的話那就就不用見了好不好 兩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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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出去然後這邊就出來然後派撞一下 ok 這邊的話就達成那個大家的那個首要條件了 可是我這次沒有帶那個 沒有帶上那個 這樣的話應該應該ok哦 你看有沒有這樣就可以把他給打死了 那這個應該就可以來嘗試一下了 真的這樣的陣型的話應該是可以來打一波 速攻打法 只是我覺得要再比較穩一點點的話 就是要再帶上我們的那個 要讓他的體力再up一點啊 會比較ok哦 不然這邊可能小尷尬好不好 我覺得這邊要再給他體力up一下 然後就可以打一個速攻打法了 所以真的我們現在最缺的是什麼 就是NP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看NP一起來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往前推了 那這關如果要打速攻方法的話 就是要用這個方法啦 所以大家如果發現 Alni真的打不過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要用這個方法 那正攻打法的話真的可能會稍微些許困難哦 那這個的話 等到以後我們真的就是 有一些更強力的貓貓或是怎樣出現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來研究一下 這邊的話靠人魚貓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 只是我們的那個 體力那邊的話真的要再給他up一下 所以我們的話接下來應該還是 會再去抽一下我們的那個 抽一下我們的角色好不好 哈哈最近就是 繼續抽我們的角色啦 那目前來說已經也快要換角色了 所以明天應該可以抽新的卡池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就是 圖偶的關卡如果我要打贏的話 大概 最最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那個 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我們必須要那個 用這個速攻打法會比較ok一點點 因為正攻的話可能 呃不是那麽的好打啦 因為 你打掉我們的那三隻前面的敵人之後 你後面還要面對三隻或是無數 呃無數 無數隻的那個什麽 無數隻的人偶的話可能就會稍微比較尷尬一點點 所以我們最近的話應該就是 努力的來抽卡一下然後來換NP 哈哈 但是如果抽到是我沒有的角色的話 我也不會就是把他換NP啊 因為阿弗羅代替美女神我是有抽到蠻多隻的 而且他是我老婆嘛 所以我知道他接下來還是一定會出現的 所以我們就 先來用一下 他是唯一支持我這麽做的老婆欸 你看 剛剛那個有沒有 超DC就只有他有出現有沒有 這四個好老婆 沒有啦 畢竟 畢竟我們這個 這個眾神系列 我們的老婆就是美女神嘛 所以他當然要跳出來幫我們啊 就是幫我們換NP好不好 你看 哦 就是棒有沒有 年輕人 大男人在外面打工賺錢有沒有 老婆就是要出來幫我們支柱的有沒有 出來馬上說 哎老公你要換NP是不是 好我來幫你有沒有 這就是好老婆是不是 他們大老婆莫比巫師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的系列沒有出現 不然他一定 跳個十隻給我你知道嗎 我一抽 十一連抽 十隻莫比巫師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換超多NP NP這邊的話基本上 一隻超級西歐是50啦 所以還算是蠻ok的 反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先把那個魚人貓的那個體力 跟我們的那個速度啊 還有攻擊力那些先把他練滿 基本上就 沒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這關圖 我方法比較麻煩就是 正攻真低難好不好 但是不是沒有辦法啊 可是要嘗試很久 但是最近大家也知道 哲平的喵領期有點少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呃用一些比較好打一個方法哦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一些就是 比較更輕鬆的一些打法 來跟大家 呃來跟哲平分享一下 就這麼一回事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 基本上 還是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啦 比如說你們不需要用快攻打法啊 或是可以用一些就是其他角色 就可以圖過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 啊哲平有機會的話會去嘗試一下囉 所以目前來說 我們這幾天的那個首要工作 應該都是來抽一下NP 然後把我們那個人羽毛生起來 然後再去看一下能不能打爆我們圖哦 不然可能我們就要卡在那邊了 不過最近的話也有風雲貓咪塔可以打啦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先 呃我先可以把風雲貓咪塔打到30樓 然後我們再來研究一下30樓之後的一些關卡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學會玩到這邊啦 就是我們今天真的很白痴的話 拿我們的角色去換NP 你覺得很白痴的話可以網民點個喜歡囉 那明早上是點鐘頭是點個晚上 我點半個晚上 謝謝晚上今天點鐘影片要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這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字幕打開來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慎噏